花莲市秘67岁游信男子去年因为脑血管梗塞送医急救 虽然经过手术治疗救回秘 不过生活作息还是必须要妻子随时照顾 夫妻两个人收入也只能够仰赖中低收入户的补助 生活很艰困 市长渭嘉贤在日前特别前往探视 也发放了原住民急难救助金 希望游先生可以赶快回复健康 花莲市长渭嘉贤在日前前往了国福利 访识一名67岁的游信男子和他的家人 并发送原住民急难救助金 以及一批爱花莲食物银行的物资 要早日康复哈 要还是要那个啦 要加油 我们食物银行的东西 都还蛮新鲜的 那游先生也跟他的配偶一起生活 那在这个地方 他也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一些高血压的状况 造成了脑部出血 脑部中风的问题 然后做了大幅的一个开刀 那造成有半生瘫痪的一个状况 那经由我们代表了通报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状况 其实生活状况并不是这么的好 那我们也带了一些物资 跟一些未租金来关心我们的游先生 那未来我们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社福团体跟社会管道 那也有用 也会用我们爱花莲基金的一个部分来做相关的指引 而市民代表肖明龙及平岛布定也前往关切 肯定施工所社福平台对弱势的关怀 那这个游先生呢 在医院已经住院了半年 经过跟频道代表发现之后呢 我们就立即申请这个勤案救助 也感谢市长也关心 所以今天的未租也非常的顺利 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原住民 我床在床上很辛苦 而且是他太太在帮他照顾 特地跟肖代表跟市长来问他 看看有什么需要帮我们会全力以赴 有些男子一家人的开支 只能仰赖中低收入户大约万元的补助 扣掉成人尿布及医疗耗材 营养补品就所剩无几 而市长回家先也呼吁乡亲 如果周遭有类似情况而导致生活陷困 或继续帮助的家庭及个案 都能协助向施工所通报 经过评估符合补助资格者 施工所将会全力协助渡过难关 记者许丽琴 欢连事报导